談談有一名男子逛水族賣場時 涉嫌是偷了14隻的烏龜 其中的一隻就最少市價要2000元 他把烏龜全部都塞進褲子的口袋裡 結果因為口袋太小了 烏龜被擠了出來掉在地上 當場是被店員發現 報警抓人 警察來了 小偷還在水族賣場裡 他怎樣 偷烏龜 烏龜放口袋 男子還在逛賣場 被警察一覺愣住 他褲子口袋明顯鼓了起來 只好坦白 57歲陳姓男子 21號來到台南安平 這家水族寵物賣場 看到水族鄉裡的小烏龜很可愛 不想花錢買就偷的 當場人贓巨貨 14隻小烏龜當中 12隻巴西龜較為平價 一隻199元 一隻地圖龜499元 剩下的一隻 長相酷似鱷魚的鱷龜 才不過50元 銅板大小要價2000元 你今天算是 切到現行犯 他被扯回來他會瘦 蟹賊把將近5000元的 十幾隻烏龜 往口袋裡塞 其中有幾隻被擠了出來 吊在地板被店員發現 馬上報警 順利將偷竊現行犯送進警局 記者楊文華談談報導 在罹那邊 作詞人文 knights